大家好,我是要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法律其实很好玩 在2001年在四川的卢州发生了这样一个案子 说有这么一个人叫黄某 他因身患肝癌晚期就住进了医院 他住进医院以后就觉得自己食无毒 就决定要立遗嘱了 他遗嘱当中写道 我死以后将我的遗产 包括说我房子的卖的钱 包括说我存款等等 那一半是交给我的朋友张女士 来给他的 这个遗嘱就给了张女士了 当然他们两个关系 大家就已经不言而喻了 张女士他拿到遗嘱以后 也到公证处去公证了 遗嘱是经过公证的 它是有绝对的公证效率 法律效率的 那么没过几天 黄某就死了 死了以后在火花当天 他的朋友张女士就拿着遗嘱 当众的宣布了一下 说我要拿到这一半的财产 但其实当时黄某是没有离婚的 他的妻子 蒋女士 蒋某就拒不同意 我不可能把我老公的遗产给你 再怎么着 我是他结婚的对象 我是他老婆 你不是 就坚决不同意把遗产 去给张女士 黄某的朋友 但是人家张女士就说了 说你看你们两个感情 本来就不是很好 这个确实也是经过 黄某的家人当中确定过的 黄某跟蒋女士结婚以后 两人感情感情 一直就不太好 其实一直在闹离婚 但是一直也就没离成 没离成完以后的话 黄某就不在家里边住了 我一个月的工资 我交给你蒋女士一半 我就不在家里待了 反正我就跟你过不下去了 我在外面爱怎么样怎么样 最后的婚也确实是没有离成 那么在本案当中 因为张女士的身份是比较特殊的 她到底能不能凭借经过公正处 公正过的遗嘱 拿到黄某的那份遗产呢 这就是我们本期要讨论的话题 大家好 我是上学习变得更快乐的张雪峰老师 欢迎大家收看本期的法律 其实很好玩 我们本期请到的嘉宾 依然是我们沿途教育的签约名师 我们的杨雁霞老师 杨老师跟大家打个招呼 嗨 大家好 杨老师这个案子很好玩 其实理论上来讲 我们说什么蒋某 乱七八糟 黄某 说那些人 咱们就说的直白一点 就是所谓的二奶告大奶 对吧 就是我们国家首例 二奶公然走到法院 就是告原配 对不对 大奶的 你看我二奶 你别管说是二奶 我是拿到了遗嘱的 人家说是遗嘱当中有我那一份的 对不对 然后的话 我也是公正了的 对吧 我这个到底能不能拿到呢 当时是这样 就是说当时黄某死者 他当时就是说他的遗嘱里面专门说 我的遗产的一半 就是我们俩跟他妻子有个房子 这个房子的一半归我的朋友 他觉得是完全合法的 夫妻共同财产 我只要这一半给我的朋友 我处分我的财产 对吧 他说我又没处分咱们家的财产 我处分我个人的那一半 对 结果当时公布出来以后 你知道怎么样 很多女性到卢州纳西区人民法院的外面示威 真的 站在大奶这边 你觉得呢 肯定站在大奶那边 对吧 很多人去他们门口示威 说你们要敢把这个房子判给小三 我们就怎样怎样怎样 就是说这个时候就出来一个问题 死者的愿望被尊重重要 还是这个社会的这个工序良俗重要 这个地方牵涉到一个什么呢 就是你看他这个案子特殊在哪里 就是他呢在跟他妻子还没有这个离婚的情况下 他呢在外面找了一个女性 对 而且后来他们还有一个孩子 对 他们这样 还有孩子是吧 对 有个女儿 但他去世是女儿五岁 哎呀 哎 他们这样就这种情况下 那么该不该把这个房子的这个他就是这个男的遗产 这个男的自己的遗产到底能不能处分给自己的婚外的这个女朋友 对 那他到底能还是不能啊 你别提嘛 你看这个我们民法呀 当时候呢我们叫民法通则 民法通则第七条一个是这么写的 民事活动应当尊重社会功德 不得损害社会的公共利益 那么这个呢 我们的民法学家就把它叫公序良俗 那么你想一下 如果我们允许一个男人 把自己的遗产公然的留给自己的婚外情的这个女朋友 就是不能开这个头 对吧 这个肯定是不对的 所以你觉得这个符合公序良俗的要求 肯定肯定是不符合的 对 所以这个案子呢 就是说当时呢 这很轰动 那么后来呢 这个法院啊 首先他们做了一个什么事情呢 就是说他认为 卢州市那个纳西区公证处 在未查明事实的情况下 仅凭遗证人的陈述 这个他的那个婚外情对象就叫遗证人 就是人家给他的遗证人的陈述 便对其遗嘱进行了公证 违反了四川省公证条例的规定 属于公证不当 就是说你这个内容 虽然你这个看起来是说 我给我朋友一半 但你这个朋友不是个普通朋友 他是你的婚外情对象 所以呢 这种情况下呢 他这个公证首先被撤销了 认为这个公证不当 然后呢 接着说 这个是在非法同居关系之下的一种 因此呢 医生就把他的诉讼给他拨回了 拨回了 那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 比如说举个例子 比如说假如说 我 我 有这么一个人 他可能没有想把自己的那一半留给自己的老婆孩子 可能因为什么样的原因 他说我把这里面移交给了另一个我的男性朋友 比如说现在有很多同性恋 他可能假婚 对吧 他假婚 为了父母假婚 但是他在外边其实是有一个男性同性恋的朋友的 对吧 如果说我把我这一份遗产 我给他 这个算不算违反公序良俗呢 这个就看你能论证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如果他妻子这一方能够论证到那个男性朋友跟他 其实就也是他的出轨对象 那么这个也不能被肯定 但是这些的你知道吗 你提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现在夫妻离婚出轨的概念 原来出轨都是男出女女出男 对对对 现在可能会出现男出男女出女 对 那算不算出轨 对 那这个就需要 这个留着我们中国法治的进步 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讨论了 但是你看这个案子当中啊 就是刚才你也说到就是这个黄某呢 跟他那个所谓的出轨的对象 就是张女士 他们是有一个孩子的 孩子才五岁 对不对 那如果说法案当中 那可能就是在第一轮当中二奶去告大奶的过程当中 我们不能违反供需粮俗 说去把这个遗产就留给二奶 这个我是绝对可以理解的 但是这个孩子才五岁 毕竟也是黄某的亲骨肉 对吧 那可不可以张女士用这个孩子说 我去要这个遗产 或者说我需要这个抚养费的形式 能够争得一份遗产呢 我觉得你很有考我们法考这种潜力 你对这个问题考虑的确实是很很有道理的 就是说这个孩子的权力谁来保护 对对对 这个案子呢还有后续的 就第一次呢 这个法院一审驳回了这个张女士的请求 对 然后他就这个二审 二审又被驳回了 对 然后呢过了一段生大概是一年吧 过了一年呢 他以他的女儿的名义来去起诉 那么妈妈作为法庭代表人啊 然后呢以他女儿的名义去起诉 起诉谁呢 起诉那个原配大奶吧 起诉那个原配要求什么呢 第一他说为了生这个孩子 他还交了6000块钱的计划生育罚款 对对对对 说让那个人赔给他 第二要让那个人抚养这个孩子到18岁 或者至少就是从遗产里面 把这个孩子应得的这个抚养费 拿出来 那么这个你觉得那个6000块法院会支持吗 这个我先不说那6000块啊 因为我觉得6000块也不是事啊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你说从 如果说从这个 就是我们大都老百姓的继承的概念 就是他的一些遗产里边当中 毕竟有孩子的那一份 他孩子吧 就是说他第一他也是他的亲人 第二的话呢 就是他毕竟是一个小孩 他没法自己去 说去我去挣钱养活我自己 怎么样的 我个人觉得就是可能这个大人 你想拿这个钱你拉倒吧 但是这个孩子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可以 我个人觉得应该是可以的 那么第一个问题6000块 法院说你自己违反计划生育 对 原配 没关系 有什么关系 对 所以驳回 第二个问题孩子确实应该得到遗产 你拿什么证明这个孩子是死者的孩子 那你有什么证据 那这个证据 这个就证明我爹是我爹 但是我爹已经没了 你说他就是他的孩子 人家说你有什么证据 如果他爸爸承认也可以 爸爸死了 DNA有没有 如果他有DNA的话 就是可以 也死了 对 如果这个爸爸刚生下来这个孩子 他就给这个孩子跟他做了一个亲子鉴定 那这个亲子鉴定报告是可以拿来的 就是说后来这个案子又被法院驳回了 但是理由不是说孩子不应该得到抚养 这个你注意就是说 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 在继承的时候 在继承的时候完全是平等的 不因为这个妈妈是出轨的 或者是什么正式结婚的 而对子女的影响 这个没有影响 但是前提是你能证明你是这个人的孩子 是人家的这个婚生 是人家的子女 但是他当时其实是这样 还有一种证明方法是什么 就是那边原配那一边有个孩子 那个孩子 他跟这边如果能做出来兄妹的这种DNA鉴定的话 还是可以的 也可以的 人家凭什么给你做 人家不做 人家就不给他做 所以他最后就没有办法证明 这个是自己的孩子 那假如说 我再给这个案子 我再加一级 这都是第二级 我再加一级 好了 他们可能就是看了咱们俩的节目 他说我原来这个也可以 他就打听出黄某和大奶生的孩子 可能在哪个学校 然后我找一个人去耗他一根头发 我耗他一根头发就算有他的DNA这个数据了 对吧 跟我自己的孩子做一个证明 证明这个历史雄妹 如果说我拿了这第三级 我拿了耗人一根头发的DNA证明来证实的话 这个也是可以的 我要不要证实这根头发是那个人的 废话 废话 对不起 你肯定 你肯定 首先要证明你从哪弄来这根头发 这根头发是不是那个人的 你得先能证明这个才可以 人家有权不配合你说 我就不告诉你的头发是不是我的 对 你还是解决不了 好吧 这个倒是我跟您讲 就是说现在咱们现在国家 就给大家也是看咱们视频同学提个醒 就是不一定是咱们同学 咱们的其他一些朋友 就是现在有一些人 确实有这种非婚生子女 有个人有的也不是说出轨的 可能就前面一个女朋友 后面跟别人结婚了 那么在第一个女朋友的时候 他确实有个孩子 后面跟别人结婚了 他是真正的婚生子 有的人都不计有没有孩子 真的 这个不是 就是说如果你确实跟你前女朋友 有一个孩子 你以后要想照顾这个孩子 那么建议呢 就是说跟这个孩子做一个 亲自鉴定 这样任何时候你去世了之后 你的财产 如果那个孩子想分的话 他能分到 以前宁波有过一个案例 那真的是个亿万富翁 特别多的钱 然后他就是婚外有个孩子 他也写了遗嘱 把他的很多钱留给这个婚外的孩子 最后他去世之后 没用 人家原配这一方就说 你拿什么证据证明 那是我们老公的孩子 其实人家也不一定非得说 是我为了生产 确实是人家也是为了保护他自己的后代 对吧 你说你不知道刚刚搞了一个孩子出来 就说这是我老公的孩子 对吧 你这个也是不合理的 对 但是当时的情况 那个女方明知道那就是她老公的孩子 但是法律就是法律 证据就是证据 所以咱们俩做的这两期案子 我就有个特别明显的感觉是什么呢 真的要懂法 你不懂法 你真的是自己的合法权益 自己保护不了 对 反正就是我们还是新闻这种事 首发 另外我还要讲一下 就说刚才是民法通则规定的公序量数原则 后来我们的民法总则 咱们2017年不是把咱们 咱们不是新出了一个民法总则吗 民法总则第八条又再次重申了原则 而且更清晰了 是这么说的 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 不得违反法律 不得违背公序量数 更加清晰 对 所以说的话 我们怎么说 公序量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我们生活的一个基础 对 所以说我们法律也在相关的 你怎么样以后 我们一定要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尊重公序量数 好 我们本期节目 有点 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再见 真是 好